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周的桃园美食 上期和大家分享了春卷皮的做法 这期我们就来做最美味的炸春卷 酥脆掉渣的外皮,搭配鲜香美味的馅料 外酥里嫩,口感层次分明 一口下去真的是超级满足 做法很简单,但是好吃一定有诀窍 喜欢的朋友就马上跟着我一起来做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馅料 准备的蔬菜是春天最应景的韭菜 洗干净后切碎备用 没有的也可以用其他的蔬菜来代替 接着把洋葱和蒜头分别切丁备用 然后把红萝卜刨成细丝备用 火腿肉切丁备用 最后准备好鸡蛋液,我们就可以来炒制了 锅热以后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以后加入蛋液 用勺子快速翻拌搅散 翻炒成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出锅了 锅里还留有少许的油 就不用多加油了 下入蒜末炒出香味后 下入切好的火腿丁 加入洋葱丁和红萝卜丝 继续翻炒均匀至断生 接着我们再来简单的调个味道 加入适量的盐 酱油一汤匙 料酒一汤匙 白糖三分之一汤匙增鲜 再继续翻炒一分钟 关火后加入鸡蛋碎 搅拌均匀后 最后加入切好的韭菜 根据个人喜好 这时候还可以加入适量的鸡精 或者胡椒粉调味 充分混合均匀后 我们的馅料就完成了 在包制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一点面糊水 加入面粉一汤匙 清水两汤匙 充分搅拌均匀 只看不见钢粉颗粒 像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 接着准备好春卷皮 我们就可以开始包制了 首先把春卷皮平铺到案板上 然后在春卷皮的一端 放上适量的馅料 先把春卷皮由下往上折起 然后左右两边分别向中间折叠 整个包裹住馅料后 向上折点 剩余还没卷到的春卷皮 我们可以借用硅胶肠或者小刷子 均匀地刷上一层面糊液 然后再继续往上卷 最后收口的地方再轻轻按压一下 这样一个怎么炸都不会散开的春卷生胚就做好了 同样的方法 继续把剩余的都做完 提早刷面糊水 这样能加大接触面 而且面糊水比清水的粘合度会更高 掌握了小窍门 这样包制出来的春卷怎么炸都不会散开了 下锅前我们来测试一下油温 插进去的筷子周围能冒密集的小泡 就可以下锅了 收口朝下下入生胚 先不着急发面 等炸至底部定型 再来逐个发面 炸至外皮金黄酥脆 即可马上捞出来 立油出锅 出锅后放到厨房纸巾上 吸取多余的油脂 下入第二锅继续炸至 春天来了 千万不要错过这份超级美味的炸春卷 外皮非常的薄而酥脆 搭配鲜香味美的馅料 外酥里嫩 一口下去香气四溢 超级解肠 学会了一定要与家人分享这个春天的味道 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给我点赞 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老周 我们下周再见